南投縣議會第十九屆 第七次定期會 今日議程是第四審查會 各單位業務報告及檢討 開會時間已到 請主席宣布開會 正式開會 先政府的陸處長 還有衛生局的陳局長 環保局的旅局長 還有我們的文化檢討局長 還有各國中國小的校長以及科長 各位記者媒體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就有第四審查會 首先要請我們的衛生局局長 做一個單位介紹 衛生局局長 好 謝謝大會主席曾議員 各位議員 女士 先生 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衛生局的工作報告是在我們手冊裡面的 317頁到340頁 在這個地方特別謝謝我們議會全體的同仁 給我們在預算上的支持 給我們在施政上很多的建議跟匡證 讓我們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 有一些對縣民可以 有一些好的健康的成果 給縣民做一個報告 好比說我們在偏鄉地區的醫療 我們的人愛跟信義 我們是全國第一個跟第二個 來做這個遠距醫療這個健保門診的這個 全國的首一首二的這個衛生所 我們的長照的涵蓋力是 南投縣是拿到全國第一 那我們的這個失智的診斷比例是全國第三 我們在食安上面拿到食安五環 拿到1810萬的競賽 我們拿到這一組的第二名 我們也通過了電子煙的自治條例 我們在衛生署的這個衛福部的這個 所有的保健類的評比 我們都拿到全國第一 我們分組 那我們的衛教類 心理口腔類 也都拿到我們分組的第一名 那我們疾管科的所有的防疫夥伴們 經過286天的佳齡 那這一段時間不眠不休的 也為了這個COVID-19的這個疫情 守護著我們的所有的縣民 然後我們在這個藥室服務 特別對弱勢跟獨居老人的這個 送藥到福的諮詢服務 這部分也拿到我們全國的CO的獎項 那我們的檢驗科 在我們的檢驗品項上面 在今年度也開發新增了23個這個檢測的品項 以上是我們這個衛生局在這段時間 有一些健康的成果 特別在這邊來做報告 那接下來我就來把我們的衛生團隊的成員 向大家做報告 我左手邊的是我們的副局長吳美玲 在我在旁邊的是我們的記政李妍錦 在旁邊是我們的醫政科科長陳淑儀 再來是我們的藥政及毒品防治科的科長張志邦 再來是我們的食品科科長謝玲華 再來是我們保健科科長鄭秀錦 接下來在第二排的是我們的疾管科科長洪美營 那再來是我們的企劃長造科科長謝敏慧 再來是我們的行政科科長陳述慧 再來是我們的人事事主任李怡榮 再來是我們的會計事主任劉玉利 再來是我們的政風事主任廖宜彥 再來是我們的檢驗科科長吳玲玲 以上報告謝謝大會主席 感謝我們的局長那接下來我們請教育 教育處的陸處長做報告介紹 謝謝大會主席曾議員李秘書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新聞媒體朋友 本府各單位同仁各位中小學校長大家好 今天是第四審查組會教育小組 那我們在今天的話請假人報告一下 陳敏慧督學因為家裡頭長輩重病 那上午請假下午會到那有行文來議會 那中小學校長的部分 於此國中流民專校長仁愛國小省慧美校長 互助國小江子興校長因為防疫或者隔離中 匡列中三位請假 那張和國小張靈才校長家人過世上假 那也都有行文 那本處同仁的部分 我這邊依序副處長王淑玲 血管科技中梁科長 國校科李玉清科長 社教科陳秋雅科長 社教科陳秋雅科長 體健科財政發科長 家庭教育中心黃湘玲主任 學特科葉宜玲科長 幼教科曾韻如科長 徐玉芳科長 徐玉芳督學 洪素宜督學 徐紫雲督學 廖宜鎮督學 廖宜鎮督學 那因為疫情隔離的關係 奉秘書長指示我們 中小學校長分別在一樓多媒體簡報室 跟我們現在三樓的旁聽席 那教育處的工作報告在 手冊資料301頁到316頁 那進行主席民宿長議員 女士先生參與指教 那未來請繼續隔離教育處指導鞭策 以上報告 謝謝 那請接下來請我們這個環保局局長 來做個報告介紹 謝謝大會主席曾議員 李秘書長還有在座的各位議員 還有媒體先生記者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環保局局長李秘書 那有關今年度的工作報告 請各位議員詳見我們 工作報告書的第341頁到352頁 那今年度的預算的執行情形 也謝謝議員跟議會的大力支持 那我目前在今年度主要的工作項目 包括我們在今年4月推動的這個電動機車的補助 還有我們在5月上週推動的這個除淤機的補助 那希望透過這個補助的方式來誘導 全民一起來做環保做綠生活 那另外我們在針對執法的部分 我們在稽查的部分 還有包括聲音執法的部分 我們都會繼續來做 希望可以維護市民朋友一個健康安全舒適的環境 那以下來介紹我們今天出席的相關的同仁 那在我左手邊是副局長林隆如 再來是秘書書成員 中和計畫科科長張忠毅 空氣污染防治科科長林隆傑 水質保護科科長柯玉豪 機查科科長王小歡 貝汽物管理科科長余建智 行政科科長張維巡 會計師主任李珍奇 人事主任黃美麗 那以上我們今天出席的同仁 也希望各位議員還有主席能夠對環保業務 能夠再繼續督促跟指導 謝謝 感謝那緊接下來我們請我們的文化局長林林局長這個報告介紹 謝謝大會主席曾議員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 議會李秘書長 本府各位同仁各位校長 各位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文化局工作報告 首先我來介紹文化局的工作團隊 第一位在我右手邊是李玉蘭副局長 接著是王敏世秘書 接著是推廣科謝坤宏謝科長 藝術科劉一虎劉科長 圖書科林梅惠 文化資產科李建昌李科長 客家事務科蔡淑浩蔡科長 行政科張玉全張科長 會計是許世民徐主任 最後一位人事主任翁秋林翁主任 文化局的業務過去在議長 副議長及各位議員的指導辨測之下 一切都還算順利 我們的工作報告在書面資料的353頁到377頁 敬請各位議員參與指教 未來仍請議長副議長及各位議員 繼續給我們指導辨測 我們會做好各項文化藝術工作 以上報告 感謝我們今天的局處長的這個報告 與介紹 那今天的總共有登記了十一位的議員 首先有真正的議員等十一位 首先第一位由我本人來一個建立案 就是首先我要就教育我們這個教育處 這個目前這個疫情這麼嚴重 那請問一下那個我們的教育處長 那我們目前的國中國小 是不是有部分的停課 含這個幼兒園 那目前的停課情況怎麼樣 有一些家長也強烈的反應 就希望說現在目前這麼嚴重 是不是能夠下打命令 前面的這個停課 以防疫這個防疫工作做好做完 那那緊接下來我就要就叫我們這個也是一樣這個教育處長 這我們高速公路橋下 有一些真的是這空地滿好的 也是不管是長度寬度都夠 但是在那裡荒廢的雜草重生 相當的浪費 那希望說我們的這個教育處長 能夠展現你的你的這個高能力 能夠來將這些荒廢的地開闢為這個籃球場 也可以給這個聯成門有一個好的地方 能夠發揮他的這個能力 這樣如果沒有做的話也是浪費 那第三點就是以目前來講 有這個老師在上課時情緒失控的狀況 層次不窮 那這一學期也有發生過多見的狀況 那我在這裡就不講出學校的名字 就是這個有失控的老師 是不是我們教育處是不是有什麼方法 來給予關心與協助 那等一下我就請我們放個片子 給大家共同欣賞 來了解這位老師他的高度智慧 來請放下去 大聲一點 一位中年男士認出了他的中學老師 於是呢上前恭敬地說 老師你好還記得我嗎 老師說 對不起啊我實在記不起來 學生說 老師您在想想 我是當年在課堂上 偷同學手錶的那個學生呀 老師看著面前這位學生還是搖了搖頭 我真的認不出你了 學生又說 當時啊您叫全班同學都面向牆壁站著 再讓我們用手帕蒙上自己的眼睛 然後您一個個搜查我們的口袋 當你從我口袋裡搜出手錶時 我想我一定會受到您嚴厲的訓示 並且嚴肅的處理 從此之後我在班裡是抬不起頭的 這將給我的人生留下不可磨滅的耻辱和創傷 但事情並沒有如我想像那樣 你把手錶歸還給施主之後 就叫我們坐回原來的座位上 繼續上課 一直當我畢業離開學校那一天 脫錶的事從來沒有被提起過 老師現在應該記起我了吧 老師這時微微一笑說 我怎麼會記得你呢 為了同學之間能保持良好關係 為了不影響我被搬上同學的印象 當時我也是蒙上自己眼睛來搜查您口袋的 學生聽完之後眼淚多眶而出 他緊緊地把老師抱在懷裡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彼此就這樣默默地擁抱著 給人容身的空間 給人轉身的台階 給人改過的機會 這不僅是老師的善良和智慧 更是一種崇高的慈悲境界和人格魅力 真正的善是要把成全和尊重變成一種習慣 人想要健康成長 需要的就是內心沒有受過創傷 當我們面對他人的隱私和軟肋時 更應該選擇高情上的處理方式 而不是說直接戳中痛處 您認同嗎 關注我 那個教育處長 我剛剛問了幾件問題請你答覆 涵蓋你剛剛這個片子看著覺得怎麼樣 真的這位老師他有高智慧做事情漂亮 你看他也不但沒有這個覺閥 而且他也蒙上眼睛 這是照特色在在的顯示他的高智慧 這位老師也真的決定 人家情緒也控制得很好 所以說這是值得我們在這裡按個讚 那接下來我請我們的教育處長來講講你做一個答覆 謝謝主席陳議員還有各位 我覺得這影片真的給我們大家很多的很大的省思 那也謝謝陳議員的分享跟提供 那我覺得任何人都應該要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機會 不論是對於學生或者老師 你我大家世界上人我們不是聖人 如果今天是聖人的話我們應該不會在這個世界上 那所以不管我覺得不管對老師或者對我們的學生 他們就因為還是要學習 所以才應該要給學生多一點機會 那另外還有那個影片 我看到中間有一個對話 其實人生難免會有挫折 那我們也可能有看過有一些學生因為一些挫折 就選擇去輕生 那其實這種挫折容忍力的話 Reginette這種挫折容忍力 其實也是我們老師在輔導學生的時候 因為我們常在現在快要接近畢業季了 許多的畢業典禮我們都祝福的孩子一帆風順 可是我們在做 大家其實知道人生哪有一帆風順的 其實有非常多的事情 那大概簡單講 那有關於剛才議員垂巡的幾件事情 我這邊主意說明一下 有關於目前現在停課的標準 教育部在禮拜六有做一個公開公佈 那簡單的講就是 我真的冒昧說一下 中央的停課標準 現在已經幾乎是一兩個禮拜就修一次了 從最早十天修到七天 到上禮拜六把它修成三天 所以現在目前的停課標準是三天 就是有確診停車三天 但是國中部分 他是以匡列九宮格的方式 等於是算同學的前後左右 那這邊的話我們南投縣 大概做一個比較小幅度的修正 就是說學校的話可以是 學生實際上接觸的層面 去框那個九宮格 因為他也許今天跑班的時候 他的九宮格又是其他人了 體育課或者是下課用餐 那像如果學校人數根本不多 二三十人 幾乎全校同學都有可能接觸 那這個部分就是以學校實際上 去判官他的密切接觸 那國小幼兒園的話 目前現在一中央的停課標準是三天的停課 那這邊跟預言女士先生報告 那所以目前現在的話 我們大概除了一群中央規定 那之外第二個就是 中央目前現在有關於說 預防性停課部分 他是希望我們儘快做快篩 那我們這部分我們也會在中央 有補助一些篩劑 那我們也會請各校儘快說 釐清可能的 可能需要篩檢的同學 那但是因為中央給的篩劑的數量 其實我們以最近這一波 撥下來只有五千劑 除到各校根本三十劑 只要一個班被匡列就用完了 所以我們還是變成說 可能會用在比較迫切的部分 那中央部分我們有在爭取 今天上午的話 應該會再撥三十萬劑給全國 可是三十萬劑除以二十二線 估計南投線可能連一萬劑都拿不到 那所以還是請大家篩劑 可能要節約使用 那剛才曾經人詢問說 第二點有關於高速公路下的運動場所 我想體育運動一直是南投線的強項 雖然說我們總人口數不是很多 但是其實民眾運動的風氣相當盛 不論是說競技體育 或者是全民體育的部分 那我想這部分我分三個部分 高速公路以下的話 第一個是他的土地的地權的部分 那地權的話 如果說看他現在多半都是屬於說 公務段他們在處理 如果說他們地權上願意釋出的話 我們可以協調 那第二個是經費上面 這大概也可以跟體育署去寫計畫爭取 那第三個可能是比較 我們現在目前很多運動場 可能遇到都是管理的問題 可能之後都沒有管理人力 但是如果說有適當的場所 我們會盡量去開發出來 去克服說那個公務段他們 或者說其他一些經費上限制 那管理的部分倒是蠻希望說 以後公所部分能協助 因為南投線服務員很大 一般縣市來講的話 這種算是社區體育 如果說能夠公所清潔隊究竟處理 是會比較能究竟管理好 那最後有關於議員提到 就是老師情緒的輔導跟不適任 目前的話現在有不適任老師的處理條例 還有說老師學生輔導管教辦法 那目前大概都是依法 那我也很誠實的跟各位議員報告 其實現在目前不適任老師的處理 因為他有三級輔導制 所以往往說一個不適任老師的發生 他處理時間都非常容長 因為涉及他的工作權 那所以往往就是說 以去年我們是以實際上數字為例 不適任老師處理的全國見數是22件 所以等於其實很難認定 那所以很多校長們其實是很辛苦 針對這些老師要酷口婆心的跟他們勸 那但是我們還是會依據這些輔導機制 那學校的話也是會透過說行政指導 跟輔導的方式 盡量給予這些老師協助 那必要的時候我們教育處這邊會用其他 在開會用專案的方式處理 以上 好 那謝謝我們的局長 請坐 那緊接下來我要請問一下 我們的衛生局長 那以目前來講 我們的快篩計真的相當的缺乏 光今天早上就接了十來通的電話 真的是有真的是這麼困難嗎 那拜託你那個衛生局長 你跟陳峰關係那麼好 而且你已經曾經也是在台中市這個六都當中當過長官 所以你也跟那個空心菜的關係相當好 那你的個人的看法 你是不是能夠將這個快篩計爭取到大位 請你答覆一下吧 好 謝謝大會主席議長 那謝謝那個曾議員在關切我們鄉親在排隊 在社區藥局前面在買不到這個快再四季的問題 那跟EU做報告 現在我們南投縣有92家社區藥局 還有我們有三家的衛生所 偏鄉的衛生所 總共95個可以每天賣78人份 這樣子一天我們南投縣大概有7410份的這個快篩試劑 那麼的確是讓人民造成很大的不便 那疫情指揮中心陳指揮官也說了 在這個月底以前應該能夠供應9000多萬份 大概將近快不到1億了 9000多萬份 相信再過個一兩個禮拜 應該能夠改善這樣的一個現象 郭長 陳時中比較說超前部署 這樣超前部署到底有了嗎 基本上都沒有嘛 這都把八成當作弄一片 我們國來一年看一天當中幾十萬的 甚至我們周遭的好朋友也都做得到這個情況 希望說你要發揮到你的管理和能力 要將我們這個快篩志爭取到位 讓我們鄉親三個拜託 那一天都拜四五時間 才請你用心 謝謝 宜翔謝謝 報告一座 我可不可以再補充一句話好不好 謝謝您關心這個議題 那也切這個機會 那希望媒體的朋友 那希望我們所有的 剛剛看這個我們一陣這個節目的鄉親們 我們對快篩志爭有一個正確的使用方法 有接觸史 有症狀 才做快篩 你都完全沒有接觸史 沒有任何症狀 你是不需要做快篩的 因為你浪費那個試劑 因為在那個時候病毒量不夠高的時候 你做了也是陰性的結果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觀念就是 有接觸 現在有症狀 趕快快篩 你知道症狀是有什麼 有什麼 什麼現象 你也給大家做一個 做一個 做一個選擇 有什麼現象 是鬧會痛 還是怎樣 還是打開 對 什麼症狀 到現在從Alpha、Beta、Delta 到現在的Omicron的這個病毒 它的潛伏期非常短 只有三天左右 那麼 所以它的這個症狀 就相當於是我們感冒的時候一樣 當您發生了 你有一點微燒 你喉嚨痛 你開始咳嗽有痰 或是有些人有一些拉肚子 類似相關這樣的症狀 你才考慮 開始就說 找這個快篩試劑來做快篩 機長我請問一下 那確診之後 已經沒有在於狀況 以後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會說有什麼後遺症嗎 好 謝謝翼座 就是說 這個疾病 根據目前到目前 99.97% 都是輕症無症狀 只有0.03% 會變成中重症 所以我們現在 所有的努力 就是希望我們全國的所有鄉親 不要輕症變中症變重症 甚至更不要輕症 直接轉到重症去 所以現在我們打仗 打到最後這個末期 我們應該要關注的是這一塊 怎麼樣讓我們的鄉親 不要變成重症到死亡去 當然前面的很重要的事情 疫苗一定要打好打滿 口罩一定要戴好戴滿 然後跟人家保持不確定的人 我們就不要脫口罩跟他共餐 然後要維持一定的社交距離 請洗手 我想這個是我們 最後這一個關鍵意義上面 人人該有的防疫作為 好繼續我們請由澳遊議員補充說明 大會主席 議長 民主長 政府長官 大家好 那延續著曾正妍議員剛才的質詢 那想要持續救教衛生局長 就是我們看我們的畫面 我們看到蔡政府 他的國家隊還讓大家不斷在排隊 從口罩一塊變六塊 包括從疫苗一百多塊變成高端八百多塊 到現在快篩 那下一頁 所以說國家隊就是國家要民眾來去排隊 下一頁 那想要接著先請教一下局長 就是像目前來講 大家因為不確定是否會感染 也怕輕症變重症 所以大家才需要排這些快篩試劑 而目前疫情指揮中心的數字 大家也都在存疑 那到底是不是正確的數字 有沒有誰到最後因為感染了 到最後他不敢出來 讓那個衛生單位知道 所以會不會成為黑數 那有些像是好意外老 他們會不會其實他們早就已經感染了 但是他們也擴散 我們卻不知道 所以想要先請教一下局長 您看這個目前所公告的這個確診數 他的感染黑數大約 以目前的數字還要再加個多少層上去 我們請陳局長答 陳局長 好 謝謝大會主席議長 那謝謝由一座在關心這個問題 我沒有這個臨床的研究 可以去向您報告說 究竟台灣現在有多少黑數 黑數的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已經感染過 因為剛剛已經說過了 99.97的人是無症狀跟輕症 那個輕症或許覺得喉嚨癢癢 喉嚨痛痛 他也不以為意 他就這樣子過去了 這樣子以目前公告的數字 至少還會有一成到兩成以上 甚至更多對吧 我不知道 我承認一定有黑數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黑數的比例 大概佔多少 那麼現在 中華疫情指揮中心所公佈的 每天的確診的數據 到目前為止 還是可信的 因為根據指揮官他的說法 我們全國每一天做PCR的量人 全台灣所有的醫療院所 一天的極量最大量 大概可以做到快要19萬人次 所以我們現在每天的感染 大概只有在4萬多人5萬人 我們還沒有到達那個高峰 所以變成說現在可能速度慢 是因為說快篩陽性了 還要到醫療院所去做確認那個PCR 是不是陽性 所以這個等待期 可能因為醫院部分有一點塞車 沒關係 因為到最後他們也是會校正回歸 但是我相信說 目前來講問題會出在於 到底民眾也沒有能夠買到充分的快篩 那想問一下 沒關係 就是衛生局以及縣府內 到底有多少的快篩的庫存 那大家自己需要去補充那個量 那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圖 就是目前來講 它的一些通路上 其實大家一樣是看得到買不到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他們大家等於是 就像是一個尋寶圖 因為實名快篩等於就是實名在尋寶 大家看到其實幾乎沒有快篩試劑 下一頁 那另外的通路來講的話 該全家的或是其他的藥裝店也是買不到 所以最遙遠的距離我們可以看到 5月7號的話 政府中央他說 當日可以販售的42萬 結果只有販售20萬左右 5月8號可以販售27萬 結果只有14萬 其實有些是大家一堆人在排隊 有些地方中央到最後的快篩是有庫存的 所以其實事實上 在中央它是有足夠的快篩 它沒有給地方政府 沒有給需要的藥局 每天限制78 到時候造成物流甚至郵差的困擾 所以說我會建議 本期建議就是競數與中央在成立EOC的機制 就是中央地方成立資源的緊急應變中心機制 藉由這個平台把中央庫存的這些快篩 能夠去做調度 來解決我們地方衛生單位或需要的民眾 那相關的一個快篩的需求 局長怎麼看 謝謝一座您的好建議 我們會反映給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那事實上我們 就是它現在供給我們的公費的這個試劑 我們是用來作為居家檢疫 你確診以後不管在醫院在集間所 或是在居家做居家照護的 或是被我確診者的匡列隔離的家人 這些人 那個陳記者 你那個有眼還有 那個陳言 我們那個快篩的問題到現在我們市面買得到嗎 南投市買得到嗎 南投市啊 百姓可以去買得到嗎 請答 謝謝議長 剛剛有報告 南投市現在有92家社區藥局 還有三家衛生所 總共是95個地方 每一天可以供應78人次 幾個人次 所以每天的量大概有7410人份 幾個人次 7410 一天喔 一天 可以七千多個人去買得到是不是 是 那現在 他快篩現在的價格是怎麼樣 只有分好多種還是怎麼樣 像議長報告 現在中央按照實名字來配播的 就是說 星期一三五 那就是有那個身分證尾數是單數的人 246是偶數的人 禮拜天就 誰都可以買 那麼 就是 一個人 就是買五份 一份是一百塊 所以就說如果你排到你去買 那一份就是五百塊 那現在北北基陶 他們在八大通路 比如說在7 在同一 OK 全家 還有什麼康四美 美聯社 那些現在配在北北基陶的 那就是一人只能買一份 那價格大概就是隨著市場的機制 大概一百八兩百左右 那他那個我們政府去買買得到嗎 政府我們現在就是所有的公家機構 我們就下那個共約 用共約來採購 不過現在 很多機關都下了共約 可是那個 供應商他沒有辦法準時交貨 你衛生局 我們藍頭衛生局去買買得到嗎 跟議長報告 我已經下訂了三萬三千多份 現在到貨的只有兩萬份 還有一萬三千份 還沒有到貨 那為什麼 廠商可能就是 他在供應上會有延遲 我們 你們去買 我們藍頭 藍頭縣政府衛生局去買 算買多少貨也不一定會馬上到就對了 是 好 那要讓百姓知道嘛 是 謝謝議長 剛才說沒有症狀就不用快篩 你現在疫情那麼嚴重 百姓當然 百姓有的人 他自己拿錢 要去買快篩 回家裡放 輸搖 他不管是聽好笑 這怎麼有什麼 你去鼓勵 不用笑 你去說謊話 他不知道 每天也聽好笑 今天起來 有感覺怪怪嗎 那是他們的自由啊 快篩你本來 你如果老冠軍要 想辦法跟中央說嘛 不然你要自己贏嘛 要買東西 要快篩就要買 這人冠軍 誰沒有冠軍 要付這些去買 八姓要用誤吧 對不對 他有八姓買也買不 還要拜託 你剛才聽到你說的 八姓盡量不用快篩 八姓盡量起來 有一個問題 出問題 他要快篩一下你的自由 有要趕 不要去跟他們團燃 就這樣才對 什麼叫人 要補充什麼 不用快篩 本來最簡單的工作 政府 你現在疫情中 你們政府有在工醫嗎 叫人家在家 等 政府也沒有工醫 八姓自己要照顧 也沒有人用 中央政府沒有照顧 南老冠軍 要盡力去做吧 那有什麼事情 幾十年的觀念要改過來吧 不快篩叫人 現在比較不快篩 找不快篩 叫人不用快篩 我每天出門 我要快篩不可以嗎 我就沒有東西 買也要買 不可以怎樣 我今天 今天剛才爭埋 剛才中 今天要處理 留得乖乖 這樣不快篩 要處理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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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全部政府在說話 我說的都亂 說到什麼 全國的醫療 什麼最好 永遠不做我們管政府 管政府 要去獎吧 買有買沒有要獎嘛 快篩就買沒有 到現在買三萬元 南老冠 五十萬人口買三萬元 多久還買三萬元 還有一萬元 八十萬人自己買的東西 就買沒有 這種人做什麼政府 又叫人 盡量不要快篩 你不快篩 政府沒有分 讓人參加之後 還有人 自己錢要去買買沒有 這種人還在說什麼 你做得多好 中央拿到第一名 拿幾名 要說什麼 你現在 疫情 你有在公園嗎 叫人南樞蛋 就差了政府 我希望你南老冠軍快篩 盡量給我促回來 八十萬要用就有 八十萬要買就有 自己也這麼有製造 你叫人不要去病院做PCR 自己快篩 人家快篩也沒什麼 這句話要說到大聲 好 繼續我們請 黃舊市議員補充執行 好 謝謝 大會主席 合議長 秘書長 還有第四審查各主管 大家好 本期要來就交於我們的環保局長 在五月八號是溫馨的母親節 結果在我們的鄉親 我們的遊客來跟我們一外潭 我們一外潭是我們 風景這麼有美的地方 結果 遊客發展到在我們的 攬車站的頭前那裡 麻煩我們的資訊室給我播放一下 這個圖片 你看看這個圖片是我們的廚餘 廚餘大量的 倒下去我們的一外潭 我們的一外潭是我們 還有供應的民生用水的地方 你看這個感覺很噁心的 再一下一張一下 你看看 你看看一下 這是真的 我們的廚餘這麼嚴重 這有發展在我們的一外潭 我們的一外潭是你說國各級的 風景區 有辦法發展這樣子的廚餘 而且又是新鮮的廚餘 而不是說很多工廚餘 你看看那一外潭是要怎麼叫人來剃圖 要怎麼叫我們民生用水 吃下去用下去的水 麻煩我們局長來答覆一下 我們請李局長 已經丟的整桶的廚餘 那我們也馬上跟日館處聯繫 請他馬上清掉 那我們 因為這個部分還是要抓到行為人 所以我們跟日館處有合作 我們在附近有裝監視器了 那只要抓到是行為人 我們絕對依法重罰 那這個部分還是要呼籲這個鄉親 因為日月潭是我們國際觀光的景點 那之前有發生廢水的事件 我們已經查到罪魁禍首 我們也請他馬上改善 那我現在環保局這邊也會加鹽 每個飯店可以排放的放流水的標準 會加鹽 希望可以維持我們日月潭良好的水質 那也希望各位民眾 不要把一些不要的東西都丟到潭裡面 那希望一起來維護 那這個部分我們有跟 日月潭管理處有合作了 我們會趕快來裝監視器 只要抓到我們環保局一定重罰 局長 這是在外潭的地方 這是看到的地方 讓人發現的 如果你看不到的地方 在草叢邊的草叢邊的 芹菜把它倒下去 也是汙染到我們的水源很嚴重 所以我是希望說 我們的日月潭 這是都屬於我們有些民生用水的地方 是希望我們的局長要來嚴禁 要來嚴查 你看是鄉親 還是我們飯店業者所做的 我希望這真的要來找出這個兇手 不要讓我們的水域汙染去 上一次我在九天 就有抓到三次的這個飯店業者的汙水 處理這個案件 我要請教於你 那些案件你怎麼來處理 跟議員報告 那個真的日月潭那家飯店 有排放廢水這個情況 我們其實我們從 從春節開始到228 我們幾乎每個禮拜都去做現場的採樣 只要有超標我們就開罰 我們大概已經開了三張罰單 大概累計快100萬的罰緩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馬上 我們成立專案小組去現場 幫這個飯店做輔導 那要求他去做相關 廢水防治設施的改善 那他主要的問題就是因為他 旅客量比較大 所以他餐廳這個油汙水 油脂含量過高的問題 導致他在處理會炒生白酌的現象 那這部分我們要求他馬上就把那個 那個廚房的那個油的部分 有立刻清掉 那所以其實目前的改善情況還不錯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要求 我們在4月也有找個 日月潭的飯店業者來開會 我們要求他們一定要落實自主的 水質檢測管理 我們也發放了相關的設備 請他們自己檢查自己的水質 只要有異常馬上改善 也可以隨時跟環保局聯繫 我們可以輔導他們做水質的改善 那另外跟議員報告 我們有已經研議會加鹽相關的排放標準 我們會比現在的標準再加鹽80% 我們希望可以再遏止這個 讓我們的水質可以變得更好 我希望說要來督促要來嚴謹 不管在我們的飯店業者也好 還是說我們的鄉親也好 我希望在污染水源的東西 不管是廚餘也好 還是說我們的飯店業的排放污水這個部分也好 我希望你一定要來嚴謹 要來抓到這裡的兇手 如果是飯店業者要來幫他們獨處 要來幫他們輔導 走向好的一方面 不用讓他們來污染我們的日月潭水源 因為日月潭是我們大家 都真的要去的地方 我希望你一定要來嚴謹這樣好不好 是我們會加強做機場 謝謝 我們感謝我們團員 繼續我們請張家九 張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何議長 秘書長還有第四審查會的所有的局處長科長 以及我們全南投縣國中國小的校長 還有我們媒體好朋友 跟電視機前所有關心我們南投縣政的鄉親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這個剛剛大家針對這個疫情的期間 非常嚴重 那尤其過去我們12歲以下的小朋友 一直都還沒有打疫苗 那所以我們過去我們寧明珍縣長 為了擔心小朋友沒有打疫苗的情況 還有我們何議長也擔心小朋友 在還沒打疫苗情況容易造成這個傳染 然後造成這個後續小朋友確診之後 對他這個身心的發展產生很嚴重的情況 所以我們南投縣一直過去以比全國更嚴重 更嚴苛的這個停課標準 那當然我們教育處長陸處長 剛才有講到我們最新的這個停課標準 那當然這個前提都是在小朋友 開始打疫苗的情況下 當然這個小朋友打疫苗 目前只有莫德納可以選擇 那針對這個小朋友打疫苗 我待會再來請教一下我們衛生局長 那我接下來先來請教一下我們陸處長 當然剛才有提到我們目前最新的狀況 就是停課標準 就是針對班級 國小12歲以下 國小有班級確診 這個該班停課 不像過去全校 只要有兩名確診 就會有全校停課 那當然家長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當然最重要就是怕小朋友染疫之外 更擔心的是很多 我們現在年輕家庭 都是屬於這種雙親家庭 所以針對這個停課的部分 家長應該怎麼樣 或者是針對這些雙親家庭 的家長 他們是不是可以請到這個防疫假 然後在家裡照顧小孩 好所以先請陸處長簡單回覆一下 好我們請陸處長 謝謝大會主席何議長 也謝謝佳澤議員 針對說學生疫苗方面的關心 目前現在全線其實因為是莫德納疫苗 那大家打過可能都知道說 莫德納的後座率會比較稍微大一點 所以目前現在統計到昨天截止的話 大概全線施打率大概只有到兩成 那所以變成說疫苗在學生的 12歲以下的覆蓋率其實還是需要加強 那我們這邊會再宣導 那也預期是說 如果大概到月底BNT進來 應該施打率可以再拉高 那第二有關議員關心說 雙親家庭的防疫假 那現在雖然說中央一直在線說 說整個停課的時間 那但是以現在目前的版本上來講 家長是可以因為小孩子學校 因為防疫停課 所以就可以去請假 那昨天晚上我們全國局處長 臨時的線上會議 一直開到晚上8點 其實我們很多縣市都有 跟部長那邊反應是說 家長放了假 小孩子請假在家 可是家長沒有辦法放假 尤其是小小孩 小一小二那個真的很難說 讓他自己待在家裡頭 那可是部長也只能說 他會跟勞動部反應 如果跟議員還有跟大家報告是說 去年的話 因為中央有紓困基金 所以公司行號如果說給員工 那個因為防疫的話 在家休息的話 他們是有補貼 那企業有些補助 那部長是回覆說 今年到現在的話 勞動部沒有這相關的補助措施 所以變成說 我知道議員關心的就是 很多家長會面對到那狀況 他可以跟雇主說 要請防疫照顧假 可是問題是 雇主可能在沒有補貼子下 他們就沒有員 那我們也是特別請部長 一定要跟CDC還有勞動部講一下 小小孩真的不太 而且基於兒哨法的話 小孩子不能單獨留置家中的 謝謝 謝謝處長 那針對這部分 這個處長在開全國局處長會議的時候 一定要大聲疾呼 這個我接到很多陳情的電話 很多家長甚至在電話 關公的講電話就講到哭 因為他礙於這個工作上的無奈 他又必須要回去照顧小孩 所以他每天都很害怕 接到學校通知 這個停課通知 但是針對這個疫情的擴散 我剛才處長有提到說 目前施打率只有兩成 這個是已經在第一波調查 莫德納施打意願下的最後結果了嗎 還是還有學校還沒施打的 這是已經調查結果 那陸陸續續 我們現在都已經在安排各校 就是到校施打 好謝謝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還要再請教一下處長 因為針對剛才有講 現在目前最新的標準是 就是一般有一名學生確診的話 全班停課 那當然我們知道 這個國中以上使用九宮格的情況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國小 我們知道他除了在班級上課之外 那個過去這個社團的課程都還有在繼續嗎 因為如果你這個社團還有繼續的話 這個是不是他雖然他在這個假班上課 可是他可能在社團的時候 他就會去跟其他班級的小朋友一起上課 因為前陣子我也接到這個家長非常擔心 因為他們社團有一個好像是老師或學生確診 然後這個學校就要求該社團的這些學生去做快篩 但最終的結果就是家長買不到快篩試劑 然後就又很緊張的跑來找我怎麼辦 所以針對這部分是不是也請處長簡單回覆一下 針對這個國小學生他去參與社團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按照原本的這個停課比例原則 就是如果他參與該社團的學生確診的話 這個社團的學生也是要這個在停課在家居家隔離 是我們目前現在的話中央規定 12歲以下國小學生的話 發現一名的話該班停課三天 所以他如果他參加的社團補習班安親班 如果也是屬於國小階段的話 我們是請他們比照就是國小的部分 也是一樣停課三天這樣子 因為尤其是補習班安親班很多是跨校跨班的 那個如果不停的話很快就兩三個班全部中招 好謝謝謝謝處長 處長請坐 那當然我們還有針對這個校長 我想在座的時候校長壓力都非常大 因為除了這個明確的該班確診停課三天之外 還有這個預防性的停課一天 這個我想要不要預防性停課 我想校長常常應該陷入兩難 那在這個疫情下面我想大家都非常辛苦 所以在這裡要再次謝謝校長 要拜託校長在這個疫情最嚴峻 而且小朋友還沒有完全施打疫苗情況下 要拜託所有校長 那接下來我要再請教一下我們衛生局陳局長 剛才有提到這個小朋友打疫苗的事情 因為其實這些嚴苛的停課標準都源自於小朋友還沒打疫苗 那剛才我們陸處長有提到針對莫德納的部分 目前全南投縣只有兩成的這個施打意願 那接下來當然大家一直在講 也很多坊間都在講 這個打輝瑞的這個兒童疫苗 可能大家接受度會比較高 我在這裡是不是先請我們局長 跟我們全南投縣的家長們 來跟大家簡單的說明一下 針對這個打疫苗 他們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觀念 好 謝謝大會主席議長 那個謝謝張宇人在關心我們這個兒童疫苗 還有給家長的一些呼籲 我想因為普遍的社會大眾對莫德納覺得他有疑慮 所以昨天各位可以看一下昨天的報導 台中榮總的這個兒童感染專家陳柏彥 陳主任 他也再一次的以兒科的這個感染科的專家 來呼籲所有的家長 這兩種疫苗不管是莫德納不管是BNT 全世界超過上千萬 數千萬人都施打過 莫德納的話 BNT的話 每百萬人才有一個人會發生心肌炎的機率 這是國外做的研究 台灣另外還沒打 沒有這種數據 這兩種疫苗就我做公共衛生的立場 它都是在國際上被認可安全有效的疫苗 你打了疫苗你就可以預防七成的重症 那現在大家有所餘力不敢打 是怕說打了會心肌炎或是其他的副作用 其實這一些根據國外的經驗 副作用都在前兩三天 所以現在國家也考慮到 我們有三天的防疫假 可以讓這些小朋友好好的休息 我要說的是說 兩個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疫苗 我要呼籲相信的就是 如果你要覺得台灣的疫情到五月中下旬 六月初是台灣最嚴峻的時刻 那麼這時候如果打 打完以後還要兩個禮拜的免疫的期限 它才能夠發揮效果 如果這時候能夠打 有疫苗可以打 我還是要呼籲很多不知情的 不了解的人 有所疑慮的人 其實是可以打的 除非是醫生評估你的確有不適合打的症狀 不然的話 你再去等BNT BNT5月12到貨 那中央是在立拼5月20 能夠鋪貨下來給各縣市 再做規劃再能打得到 我相信大概都是六月初六月中的事情 再它能夠產生免疫效果 也已經是六月底的事情了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還是要呼籲所有的家長們 打了疫苗的確可以有效預防重症跟死亡 那你現在擔心你打了疫苗會得心肌炎 那國外還有一個研究數據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不打疫苗 你感染了這個新冠疫情 到時候產生的心臟發炎的機率 是你打了疫苗的五倍 你擔心打疫苗嘛 所以你不打 你不打你得了新冠疫情 得到心肌炎是你這邊的五倍 死亡是這邊 死亡是沒有打疫苗二到十倍 所以你要不要打疫苗 我相信 如果有疫苗可以打 早點打 那如果這次 中期某一種廠牌 那我們也是尊重 好 謝謝局長 局長請坐 那在這裡也要再次拜託我們的衛生局 我相信所有的這個衛生局 從這個疫情開始期間到現在非常辛苦 那這個也感謝我們這個疾病管事科 科長 我想他應該非常的辛苦 這個前陣子我一直追溯著他 關於相關疫情的這個問題跟消息 因為民眾也非常擔心 那科長甚至這個生病期間都還要不斷的工作 所以要請科長保重身體 也要拜託衛生局長 那尤其剛剛我們議長非常關心的這個快篩試劑的問題 這個我就常常講我家隔壁是這個南投市知名的藥局 每天早上六點多就有長輩在排隊 去年排狗照排完之後又等著打疫苗 打完疫苗之後今年又繼續排快篩試劑 我想這個絕對是勞民傷財了 那最後還有針對我們南投市一項非常重要的議題 這個中心新村 當然我們也感謝我們這個中央政府現在關注 尤其在這個4月23號 我們的這個蘇貞昌院長來到南投市中心新村 接牌的時候 他也特別又再次提到 關於中心新村他這個要中心大學來南投設立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 他說他希望我們縣政府可以解除這個文化景觀 我想這個議題從我這個兩年前在這個總質詢單位質詢 不斷的提到 我也不斷的請教我們的文化局局長 針對這個中心新村 不管是未來活化或者是相關機關的進駐 到底有沒有牽扯到這個文化景觀解除 我想過去這個總質詢的時候 我們已經多次講了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也不解 為什麼這個中央多次的要求我們縣政府來提解除文化景觀 甚至我們縣長在這個總質詢的時候 也當面的提出 他認為這文化景觀也沒有解除的必要 但是這個最害怕的還是居住在中心新村這些居民朋友 他們現在每聽到一個新聞 每聽到一個消息 他們就害怕這個中心新村的舊宿舍是不是又要被拆了 然後他現在是不是要大批發的這個開發 我現在先請教一下我們文化局的林局長 這個針對文化景觀這部分 因為我記得好像三月還二月的時候 我們才剛做完每五年一次的這個文化景觀的總檢討 因為也在中心新村召開了這個座談會說明會 這個總檢討的這個報告 那我是不是請我們的局長來跟大家簡單來說一下 這個未來中心新村的發展跟文化景觀到底有沒有立即性的關係 或者是非得要解除文化景觀 我們中心新村才有未來 是不是請局長簡單跟大家答覆一下 請您議長答應 謝謝議長 謝謝長議員對中心新村的關心 中心新村是一個大案子 可以說是全國矚目的一個案子 那事實上過去在中心大學要來進駐的時候 還有中心大學進駐以外的那個區域 跟那個馮甲大學的規劃團隊都曾經到辦公室來拜訪過 他們跟我講的就是說他們所規劃的是 在中心新村現有環境的保存下 來進行活化跟利用 也就是說簡單講跟所謂的文化景觀是沒有衝突的 那至於說中央為什麼一直要我們來解鞭文化景觀 坦白講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從頭到尾跟文化景觀並沒有衝突 而且我也答應他們 如果遇到有困難的地方 我們可以來協助處理解決 同時剛剛議員也提到了 我們最近剛針對中心新村的保存管理原則 跟保存維護計畫 已經進行了調整跟修訂 也就是說未來對於中心新村的活化跟利用 將會進行鬆綁 而且會更加有利 所以就目前來看整個案子 是沒有文化景觀解除的問題 好謝謝 謝謝局長 局長請坐 謝謝 這個針對中心新村的這個速冊 未來發展的情況 本期在這裡還是要再次強調跟請託 拜託我們縣政府還有市公所 我認為最好的解決方式 就是請郭發會將速冊移撥到我們縣政府 跟市公所由我們地方來自己做 不管說未來作為我們縣市政府 員工的員工宿舍的青年住宅 甚至我們做個在地的這個文創的開發 我想在地才是最了解我們中心新村 未來的發展 所以在這裡我也要再次拜託我們文化局 針對這部分一定要積極的跟我們國發會來協調 因為國發會接手的這段期間 我們也看到一直沒有作為 我們感謝我們張議員 那個我們衛生局我們陳機長 我們剛才 據我們剛才張家者議員說打疫苗 阿童打疫苗 你的意思是說 請我們現在那個 國小小學生五歲到十號歲 趕快去打疫苗吧 剛才你的是這樣吧 是不是 向議長報告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兒童感染科的專家也是這麼建議的 那我是說 我作為一個推動公共衛生的立場 要告訴大家的是 兩個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疫苗 如果你要覺得可以早點打就早點打 如果你要執意等BNT要等到大概六月中左右 才會打得到 那你摩托拉可以打就對了 你感覺可以是 照你的專業可以打嗎 你剛才說可以嗎 那個安全 因為就是說 這一定是經過 那個機長那我問你 美國就好 那摩托拉這個是哪一國出產的疫苗 摩托拉 美國 美國 那美國可以打嗎 現在美國可以打 摩托拉可以打還懂嗎 他們可以嗎 你了解嗎 報告議長 我再詳細查一下資料 你不了解就對了啦 那應該我可以告訴你吧 你衛生局長不了解 那你叫 叫我們南國 變成百姓 我還懂打疫苗 美國到現在還不行 摩托拉他還沒有贊同 摩托拉 應該是這樣吧 摩托拉是美國製的 那為什麼他 還現在還沒有准他摩托拉 這個你倒是 你有沒有去瞭解一下 機長 像議長報告 我的意思是說 每個國家包括歐盟台灣 大家都有這樣的一個 審查的機制 那在我們國家 他是被認可 可以安全有效打的疫苗 機長有 我知道啦 你們衛生 我們南投你在你了 你到這裡應該 也快要一年了吧 你機長 你帶動我們南投衛生局 同樣很認真在做 我了解 你我們現體的衛生什麼 你搞的也不錯 但是有些事情我剛才 像 像口罩的問題 還有快篩的問題 我是說 我們買不到你要大理市場 跟中央說吧 快篩我們自己 政府跟控制 不可以 自由買 甚至外國要走來也不可以 香港一支快篩多少你知道嗎 機長你知道不知道 報議長我不清楚 蛤 報議長我不清楚 一支30塊 我朋友要走來不可以 對 所以我說這個 警察政府就是這樣 含這張快篩就沒有 那控制條是在控制什麼 我現在的意思 我不是說你們做了不好 我要求你們就是要大聲 跟中央發 誰沒有 這誰單純的 對不對 七點的東西也要讓我們 對 供給我們有 對 我是要求你這樣跟中央 我看你都不敢發 訂三萬機來兩萬機 我們五十萬人口 一天一天要用一機就沒有了 對 還自己錢買的 應該政府是要發給人 中央這麼多錢都在開 中央五十萬人口 我們南大冠軍也要開 為什麼不行 對 不要浪費的原則上 對 南大冠軍要來送給自己 自己住家要去 要自己注意 對 有福不可以出來團念到 這就政策就像這樣而已 這就很簡單而已 好像好約好約 對 對 今天我來看陳平新聞 網站的新聞 後一百塊 後 你剛才說的去台北要一百百塊 一百塊 一百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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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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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人要買 說八成的這些 貪四萬 貪小朋友 在說小的 對 那個專家我感覺那些小的 你像台灣的八成 大家那樣好嗎 當然有比較小的 大家也要買比較小的 對 對 我的意思 我希望你管政府 我們南大冠軍 極力要去政策 沒有 你要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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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你的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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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樣吧 教長應該這個上色吧 我們這個不罵我們就知道這樣啊 應該是這樣吧 因為你那天有做孩子的試驗 我都來到現在不做好 所以美國政府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國自己國來的孩子所謂他們不住 教長你現在誰給我問問 看美國 同意他們孩子住不住 你不知道 沒清楚 你黏著給我看 好 繼續我們請那個陳安利議員補充執行 謝謝齁 那個其實蠻多地方打莫得辣的啦 OK 那個 那個佳澤議員 你剛剛講的沒有錯齁 這個你應該感謝蔡北會齁 因為中英新春的改變齁 中興大學竟然是蔡北會爭取的齁 那個 第一個我先問一下我們那個衛生局局長齁 我們這個疾病應變中心齁 大概一天上班的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我們請機長齁 好 謝謝機長 那個 謝謝陳議員 有看見我們應變中心同仁的上班的情況 對 正常的話八點鐘公務員開始上班 平均工作時間我們現在分兩班再作業 我們現在全局各科全部支援我們疾管科 我們連衛生所的同仁都從上禮拜開始 因為隨著我們的確診安量達到兩百多 今天已經達到破三百了 對 所以我們也從衛生所的同仁也拉了15個人上來自園區裡面 五樓的應變中心各位可以看看 有經過我們復興路六號 到晚上一兩點都是燈火通明 所以當然裡面的同仁是非常的辛苦 那甚至有一些也是這個超時的加班 我希望我們的局長齁 是不是可以跟各局處要是沒有在做這個疫情上面的準備工作 比較可不可以來做這個人力的調配 像環保局啦 這個文化局啦 可以調一些人手來支援 不然的話 我看大部分的同仁這個上班的時間都超過10個小時以上 是不是 我覺得是不是在這方面你跟現場來反映一下 好不好 我覺得真的是太太太操勞了 那就是說 這個快篩的部分 基本上在全台灣其他地方 剛剛議長也有講到就是說 100塊跟180塊的快篩 那反而180塊的快篩買去不如預期 那當然可以節省就節省 但是我還是建議 還是建議就是說如果有需要就去買 那不一定要去排那100塊的快篩 那局長你辛苦了請坐 謝謝一座 我在這邊請教我們這個教育處處長 就是說你這個停課的標準你已經開始 跟中央的停課標準是一致的嗎 那個處長請回答 請陸主長答 謝謝大會主席和議長 也謝謝翰議員 對於說停課標準 目前現在的話我們是follow中央的 那但是唯一有一個地方是 國中以上的九宮格的匡列 因為照中央的規定的話 他的匡列只匡前後左右 我知道 我們超過低於100人以下的有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的學校 那我現在要問你 那今天停課的有幾個學校 今天的還沒有出來 截至昨天傍晚為止 66校112人 停校的 全校性停課的話 38校 38校 38校嗎 那有的你還是繼續停10天嗎 沒有 他們如果是在昨天12點之前的話 原則是7天 那如果說 他們是從12點之後才發現的個案的話 就照新規定3天 規定3天 所以你是以兩人以上就停校的標準嗎 目前現在其實只有 就是該班而已 只能停該班 你停全校的還是只有38間嗎 現在這38校等於就是 都是在舊的規定 那個時候延續 舊的規定 那到昨天是新的規定 對 可是他有時候是上禮拜五天 那你新的規定可不可以 因為其實你那麼多學校停校 我是覺得是真的很慌慌 天月報可以追溯 如果學校評估完以後 他可以追溯 對啦 我在這邊我是講 因為其實現在在疫情非常的時期 非常的時期 我這邊也當然是建議議長 因為其實 那麼多校長來到這邊 我是覺得很不適 因為太多人聚在一個空間裡面 而且再說的話 現在那麼多學校在停課 我是希望說議長在這方面 如果有議員要針對校長要問的 再把他們留下來 不然的話我覺得在這個非常時期 我是建議啊 我是建議處長 跟議長 他們可以早點回去 都早點回去 以上 謝謝 感謝我們陳議員 那陳議員 因為 好啦我們 本來我們有一百六十幾個校長 但是我們有分兩個地方 讓他們盡量做寬一點 不要擠在一起 要去感染到 這個我們有做那個收拾 謝謝 那個 陳議長有沒有問 謝謝議長 剛剛議長有在關心這個問題 我們查了一下資料 這是中央的資料 歐盟 英國 澳洲 加拿大 我說美國啦 對 美國目前沒有 但是我要跟議長報告 我不知道他沒有的原因 是因為他沒有做這個臨床試驗 還是他送審 美國的小孩子有沒有打疫苗 有 他們打BNT 所以打什麼 他們打BNT 摩托拉自己做了 為什麼不打摩托拉打BNT 摩托拉為什麼不能打打BNT 沒關係 其實我知道我剛才講了 我們這一兩人來 我們衛生局實在疫情到現在 我們實在累了 大家都很累 很認真工作 我不是說你們怎麼樣 我不是說你那個資訊要 要讓百姓知道 清楚讓BNT自己去決定 他不煮 你也沒辦法 家庭有的 我到現在有的很多家庭 都在靠我 說他沒有煮 我也說 我剛才教你講的 有煮沒味 有煮到沒有煮 家庭有家庭的過路 孩子住了不知道有什麼好遺症嗎 不像以前的政府說 一支高端的這樣 對不對 要求人怎麼住 對 你本來就是要八姓 八姓本來就住他的嘛 他住不住他的事情 家庭有的沒有要 沒有要孩子住 他是煩惱說 在住下去有好遺症嗎 沒有 騎到我們南大觀眾的衛生局 我們要實際什麼政法 給別人了解 我要求是這樣 中央做不夠的 我們沒辦法 我們要自己買 自己買也沒關係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們要做一個 南大觀眾要做一個 由於有職業的政府 我的意思是要這樣 你也要給他了解 當然大家 為什麼 我在說美國是什麼 他自己生產的目標 那 世界沒那麼多的東西 生產的孩子他沒有住 他就是 試驗要不夠 他的實驗還沒有做到 所以美國認為 還不明確 所以他沒有要住 沒有辦法 那個MT 有試驗 已經算有試驗過了 所以我是希望你給別人了解 我們只是盲目一直說 要搶怎麼樣搶怎麼樣 我意思是 要叫你給別人 南大觀眾的別人 了解實際情形這樣就好了 快勝的問題 中央政府 盡量政府 你給他要求 不要讓你大聲給他發 像我們館長 像我們館長 叫記者給他 叫來記者給他 給他降也沒關係 議會絕對天理 我們民進黨的議員 也 南大觀眾民進黨的議員 也都 為了南大觀眾的八聲 也都會天理 不說你來這裡 什麼人他就不懂 對 我感覺 我們這裡的議員 都很理性 對的就是 替你們來這裡也沒關係 對 要讓八聲了解 為什麼 南大觀眾到現在 你南大觀眾 有10號買的 這麼2萬幾的快篩 剛才你南大觀眾 因為七八萬天 對 你用超三天就沒有了 所以說我是希望 南大我們自己沒辦法 中央把我們要求控制 合情合理的 對 我們配合無情理的 我們自己管用自己來做 不用都聽中央的 還有南大觀眾 南大觀眾的八聲 生活安全比較重要 好嗎 教長 謝謝議長 好 謝謝議長 謝謝 好 我們休息10分鐘 請主席宣布繼續開會 好 現在繼續開會 好 我們請陳妮言發言 好 主席秘書長 還有我們第四審查小組的 各位局處長 還有科長們 那現場還有我們 全縣的168所學校的校長 那以及關心憲政的 各位縣民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早上呢 大家非常關心 我們整個疫情的發展 那在這裡呢 我要請資訊室 先給我一張我的PPT 這個呢 是在我在網路上面 母親節當天 我看到了一個PO文 那這個PO文 讓我很感動 這個PO文的人 他寫說 5月8號是母親節 很多人為了任務 不得不上班 我則是用工作的方式 來懷念感謝媽媽 那我知道呢 衛生局呢 這一次在疫情當中 動用了非常多的工作人員 那大家都成為 疾管局的接電話的人員 那成如剛剛局長講的 還分成兩班制 有時候都已經超時工作 所以對於你們的認真 與努力 在這裡表達我們最誠摯的感謝 那包括在母親節 都還在上班 那在這裡我也要特別感謝我們的衛生局 因為自從局長上任之後 我發現我們衛生局的這個圖卡 在做的時候呢 做得非常好 那請資訊師給我 第一張 就圖卡很重要 就是一定要清楚 然後一目了然 像我昨天特別看到這個 南投線通訊診療照護 這個系統它分成兩條線 一邊呢是你緊急的 就是說當你篩檢出來 比如說你覺得 你看到你是陽性的時候 那你應該怎麼辦 那包括你在居家照顧的時候 你怎麼樣照顧自己 那怎麼去拿處方簽 它有兩種方式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路徑呢 就非常的清楚 讓別人一目了然 第二張圖 那這個呢我覺得也做得很好 這個部分就很清楚告訴大家 我們最新5月9號公佈的這個 新的史提授課的停課標準 那再來就是 學校端要怎麼樣來處理 像這樣子的圖卡呢 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我也希望衛生局 能夠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把它放在我們的社群網站上面 讓更多的家長 更多社群長輩也都可以看到 那在這裡再次肯定你們 那接下來呢 我要談到的就是 在這個疫情的部分 剛剛我們教育處長 有特別提到 就是從5月6號開始施打 一直到5月27號 那我想要請教處長的就是說 我聽說是10人以下的 10人以下的這個學校 那家長要自行帶到 各個醫療診所去施打 那10人以上的話 就會有醫生護士來到學校 那我想請問就是說 是不是也是像當時 我們大型的這個施打戰一樣 假設 我們當然不願意它發生 假設孩子在施打之後 真的有一些身體上面 不適的狀況 那我們怎麼樣應變 這部分我們是否 已經有做一些配套的部分 因為有很多家長很關心 那這部分是不是請處長 也做一個說明 我們請處長 答悟一下 謝謝大會主席簡議員 也謝謝陳議員 對於說學生 跟疫苗施打的關心 那陳議員所說的 他如果是10人以上 比較大概 人數有到一個規模的話 那我們就是跟衛生局搭配 會有醫療院所到 或者說特約的 醫療院所到校施打 那像如果以光復國小那天 雖然只有11位學生施打 那南投市公所 他們甚至還派救護車 那當場一定是有專業的醫師 護士都在現場 那而且我都覺得說 這邊也特別謝謝陳局長 還有鴻門銀科長等 他們當年在現場 他們還特別提醒說 醫生的話 一定要隨時都要看得到 在那邊就是 像我們在施打站 許多在等候的學生 而且要讓他們直接面對面 可以看到學生 比如說他臉色 比如說發白 或者什麼那些狀況 那我們也會把相關的經驗 請後續的學校 就是一群這些指示辦 好 那我很高興我們教育處 已經有這樣的配套的措施 因為對家長來講 可以想見 就是他又要上班 那孩子在學校打疫苗 假設發生什麼狀況 他可能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馬上趕到學校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後端的這個醫療系統 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那在這裡 我們也要謝謝那個衛生局 跟教育處 我看這一個疫苗的施打呢 在最初期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它做好來 讓家長能夠很安心 那後續施打的這個 施打率才有可能會再提高 好 那處長你請坐 那再來我想要 比較關心的就是說 其實從這幾天的那個確診案例來看 我們發現很多都是因為在聚餐 把口罩脫下來 然後發生的這個感染 那我比較擔心的是說 像在學校 雖然我們有這個隔板 但是隔板是否有每天做清銷 再來孩子在吃飯的時候 有沒有要求整班的學生不能講話 還是說有些學生也在那裡講話 甚至老師也在講話 那這樣子就完全沒有做到防疫的部分 所以因為今天有很多的校長在查 所以我要特別提這個部分 那這部分我也想請局長 請處長再答覆一下 目前學校的狀況是怎麼樣 請陸處長答覆 謝謝大家主席檢驗 也謝謝成員對於說學生用餐的關心 那之後我們大概從防疫初期的話 我們就有請學校 尤其是幼兒園 像我覺得幼兒園的話 可能用餐距離會更近 然後可能他們在常規上 可能小孩子總是 越小小會比較活潑 那我們這邊有特別就是說 要請他們家製隔板 那在用餐的時候避免他們講話 那老師之間也是一樣 就是說要做一個常規的督導 那教師的用餐區的話 我們也是希望說他們學校老師能夠隔開 那但是不可會 你就隨著疫情慢慢一直發展到現在 其實南投有些小校 他是用共餐的方式圓桌 比如說他學校只有20個學生 可能就是去大餐廳裡頭做圓桌 那我們也是希望他們 盡量是以打菜的方式 分到各班去這樣處理 好我想這部分還是要請處理面 繼續不斷地提醒各個學校的校長 盡量還是讓孩子們一個人吃東西 然後吃飯的時候 拜託拜託絕對不要講話 可以放一些好聽的音樂 但是提醒孩子們 用耳朵聽音樂 而不是用嘴巴 又要吃飯又要講話 這點要拜託處長 因為我覺得這是很關鍵的一個地方 好處長你請坐 好那接下來呢我想來談一個 蠻重要的議題 趁著今天所有的校長都在 麻煩資訊室給我下一張PPT 好我今天要談的是叫做 拒絕孔夫子 老師不應成為孩子的負面教材 為什麼是恐怖的孔 而不是孔子的孔 因為呢這個老師 他並不是像孔子這樣子的一個教學方式 而是他在教室裡面 情緒失控了 所以他變成一個 讓孩子很恐懼的老師 所以我今天會設定他的主題 叫做孔夫子 那正如剛剛曾鎮言議員也有提到 在學校裡面有一些老師 他在不知道怎麼處理孩子的問題的時候 他可能會情緒失控 但是情緒失控之後 學校端到底是怎麼處理的 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我們要去追究的 校長有沒有了解 老師為什麼情緒會失控 校長有沒有去找同班的學生 去了解老師情緒失控的當下 他對孩子做了什麼事情 講了什麼暴力的話 或者做了一些什麼不當的行為 比如說 把孩子的作業布摔在地上 比如說 把孩子整個 他的課桌椅摔到窗戶外面 比如說 當著同學大家的面 做了一些 連他自己都覺得 他是情緒失控的動作 那麼這些行為 對孩子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校長有沒有去了解過 在親子天下裡面 有特別提到這個部分 他說 老師的行為 對一個孩子的影響 它是一輩子的 今天外科醫師他開刀 他是針對一個病人開刀 但是老師這樣的一個不當的行為 它是影響全班的孩子 那麼學校在這個部分 有沒有一個支持的系統 當老師他因為 不知道怎麼處理了孩子的問題 而產生情緒失控的狀況的時候 有沒有其他老師可以馬上接手 這部分我也要為老師講話 是因為有時候 真的現在的孩子不是很好戴 那有可能當下 孩子的這個語言 讓老師覺得非常的生氣 所以老師也忘了 他自己是老師的身份 而說出了不應當的這個語言 但是學校如果有一個好的支持系統 可以讓老師趕快去休息 有其他老師趕快來代班 做後續的處理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就我知道 有很多的學校的校長 他其實是直接去找家長 跟家長道歉 然後呢 學校的這位老師的 情緒失控問題 有沒有處理 沒有 後來造成什麼狀況 孩子覺得 哇 我的老師好就好 不好的時候會向晴天霹靂 所以我隨時等著 我們的老師今天心情不知道好不好 我很害怕 然後老師就變成恐夫子了 那家長呢 家長會覺得 我很為難 我不知道到底 要不要跟學校的校長講 要不要跟學校的校長講 因為我如果講 有可能 我的孩子會變成 學校長老師的人質 變成是老師 俠願報復的對象 可是我如果不講 我的孩子每天回來 會跟我說 我們老師今天又大聲的罵人 我們老師今天又情緒失控 那家長不曉得該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校長的態度跟作為是最重要的關鍵點 因為校長有絕對的行政權 校長也有絕對的監督權 而且校長還可以為這個老師打積分嗎 如果老師有情緒失控的狀況 校長應該要去了解 是什麼事情 讓老師在課堂上這麼生氣 我們針對這件事該怎麼解決 給老師一個方向 這是校長的職責 而不是去找家長 息事寧人 結果這個問題放在那裡 永遠不處理 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孩子已經畢業了 這個老師一樣在學校 每一年會有不同的孩子 要承受老師因為情緒失控而產生的暴力 不管是語言或者是行為的部分 所以我在這裡要請教我們的教育處的處長 這個部分處理知道嗎 我們整個南投縣 在各個學校裡面 有沒有像這樣子情緒失控的老師 那校長的作為又是什麼 麻煩處長回覆一下 請陸市長打五 謝謝前議員 也謝謝陳議員對學校恐夫子 這樣情緒管理 這些的話其實我們教育處 這邊在一些校安還有相關通報的 我們是有接到過 那他情節上面的話輕重不一 那我當然很快帶過去 比較嚴重的話 比較常見的樣貌的話是 體罰成傷 然後性貧案件 體罰成傷或者是性貧案件 對 那最近這個我們這邊是沒有 那但是我們從全國那邊的數據 可以看得到還是會有 但是這個我們目前現在慢慢比較少了 就是打到學生 遍體罪 這部分現在 那我指的是這種情緒失控 它是沒有任何的證據可言 可是它是暴力 對 這種暴力包含說 肢體暴力甚至是言語暴力 那這種就像我們常看到很多家長 那種我們會希望為什麼家長 我們說有那種威權家長 民主家長 因為家長他管理方式比較民主 孩子將來他採取的方式 對他身邊周遭就是民主 那可是不可諱言 現在老師人數這麼多 難免有一些 他是屬於一種情緒管教的這一些 那通常學校的確他在處理方法 校長主任他具有說行政權指導權 甚至如果說我們這樣講很聲音 不然至少也該輔導了 應該要協助 其實這個目的不是在乘組老師 而是讓老師成為一個更好的老師 是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會希望學校能夠這樣 好 謝謝處長 那我希望這個部分還是可以請處長 請住區督學 有時候要到學校去走走 到各個校園裡面去巡堂 我相信這個也會提醒校長 有關於怎麼樣去關心老師上課的狀況 好 處長您請坐 那最後我利用一點點時間我要提一下 就是我們的冷氣的系統 它分成三部分 但是就我知道 其實呢在EMS的部分 它並還沒有完工 但是我們教育處 血管科在這個工作報告裡面 講說全部都已經完工 照理說完工應該要包括驗收 但是事實上很多的EMS 它測試是還沒有通過的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要請教育處 要非常用最嚴格的方式來要求這個廠商 你一定要是驗收通過沒有問題 才有可能蓋章 不要讓各個學校的主任非常的為難 好 以上謝謝 好 下面請石議員補充 謝謝大會主席 前議員 秘書長 現場的局處和掌門 在這邊 我首先要對於前不久 我們新一鄉 這個低立村 因為兩個從花蓮去登山的遊客 造成我們族人確診 甚至於有一些請教育方面的確診 另外在仁和村 因為有族人在外地上班回來 也造成確診 在這邊也要感謝這一兩年 特別辛勞的我們的衛生局 我們全體的這些主管 還有我們的基層的衛生單位 謝謝你們大家的心 那我在這邊聚焦一下 因為快篩四季也好 先前的這個口罩 其實我一直覺得 就是說 局長 就是說我們原鄉或是偏鄉的地區 能夠購買到這個快篩季 這樣的一個點真的太少了 我舉例來講 以例行產業道路這條 有三個村好像四五個部落 應該是沒有一家這個超商 全家還是Seven都沒有 另外富豬村 就是比較靠近國興鄉 再來就是這個五屆萬豐這條線 我好像印象中也都沒有這方面 大概就是要靠我們的衛生局而已 另外新一鄉的話 地利 雙龍 這邊也沒有 我印象中也沒有這方面 那全柳蘭西線就是攻守這條線的話 大概有兩家 兩家這個超商嘛 所以基本上我的想法 我一直感覺到很必要的就是說 在衛生局這方面 到底我想大家都是平等的 你不要說這些村都是很在偏遠 然後在山上也沒幾個人 但是你要想到我剛剛舉的 遊客從花蓮登山到地利 人和村的主人到台北上班回來 都會確診 而且人數相當的多 還好你們很快速的去做這個快篩 或是PCR 所以這個目前來講 最需要的這個快篩的這個 整個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局長你這邊 除了我們衛生局在物色 以人愛鄉來講 他們 你們是不是有能夠更方便的讓我們阻染 我剛剛講的那個 你雖然現在開始 超商啦或什麼 這個大賣場 加肉湖啊什麼都可以買 但是那邊連一家都沒有啊 你還是要遠從山上來物色 或者到清淨的Seven 你才買得到啊 我想你們應該都有去設想到 有去體驗這些 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部分好像還是有落差 其實大家 全然都現在百姓都很辛苦 不管在哪裡 在偏僵也好 像中療也是一樣 所以我希望說 陳記長你再加油 我們雖然很多 剛剛你有報告 很多你們的業務 執行成果 都得到第一名 我會跟你們肯定 但是這些漏差 真的是也很困擾 我們偏遠跟原鄉 的這個 族人啊 百姓 所以我希望能夠 就這個部分 趕快去做 補救去補足 原鄉裡面可能 有少數的幾家的診所 那我們衛生單位的衛生室 衛生室嘛 還有其他怎麼樣 你們怎麼看去怎麼覺得 我相信喔 如果在這個部分 讓我們天鄉跟原鄉的部分 能夠也能夠 很怎麼樣就是說 不要跑那麼遠 好 好啦 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請那個陳記長 對偏鄉還有原鄉的問題 想吃一套姐姐的方法 謝謝你 接下來我們請 葉仁創 AE&Fine 大會主席檢議員 林秘書長 在場的所有的各位長官校長們 大家午安大家好 首先我在這邊要表達 對我們特別是陳局長率領的衛生局 這兩年來 特別是你剛才講的 到防疫的最後一戰 這麼的努力重工 辛苦了 我知道你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我記得去年 那個疫苗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很多國民黨的朋友 都在批判 民進黨中央政府針對疫苗 特別是我記得是在講AE疫苗的時候 大家踏法 但殊不知 國民黨的好多好朋友的 中央的立法委員 包含連戰災內 其實都已經施打了AE的疫苗 在批判AE的時候 其實自己都打了 那我覺得特別憤怒的是 張顯耀這位委員 曾經當過立法委員在帶風向 他不只打AE疫苗 他還是偷偷的去打 然後後來被發現 到目前為止都鴉雀無聲 從來沒有向民進黨中央政府道歉過 我表達第一個非常憤怒 第二 那坦白講 從政藍綠真的不要分太多 那針對這次快篩季的問題 前副總統陳建仁也跟衛報 英國的衛報訪問他 他坦承 民進黨的中央政府在快篩季 確實是準備不夠 那這個部分 我坦白說我也很憤怒 一直在強調前置部署 可是在針對 前兩天我有跟局長電話討論過 他有跟我講一個很詳細的 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針對所謂防疫的最後一戰的整體戰略作為 那所以有衍生目前這樣的快篩季的分案的結果 那既然有這樣的戰略作為 那他的戰術行動卻沒有搭配上來 所以我一樣很憤怒 那我非常認同剛才議長所講的 那議長他其實的初心 就希望我們的局長能從南投縣的角度出發 去跟中央大力的要求 我們快篩季的不足的部分 那包含疫苗莫德納 我們家長不敢打啊 對我們衛生單位來講 所謂的百分之九十九點幾 那個比率是輕症 是像流行感冒一樣 OK啊沒問題啊 那目前小朋友可以打的就是莫德納OK沒問題啊 但是對家長來講 萬一有任何的差錯 對該家庭來講叫百分之一百耶 不是百分之零點幾耶 所以這部分當然我要請我們的局長 從南投縣的角度來講 我相信議長他也講得很好 我們民進黨的議員一定會 針對這一波所謂的最後一戰 來支持我們縣政府 來支持我們陳局長 來支持衛生局所有的同仁 這是第一點 第二那我想請問我們的教育處的陸處長 我前兩天一樣有接到一個家長的 我選區的一個國中的家長 他有確診 但是他的小朋友還是來學校上課 那同學之間互為流傳 那礙於同儕的壓力 我不能講 講了小朋友他就會有壓力 我跟你說 你又跟你們爸爸說 你們爸爸又在議會說這件事情就大條 不是考慮我 不是考慮家長 是考慮小朋友 那剛剛你有講到九公園 我們都知道 那像這樣的狀態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形 我想 我給陸處長三分鐘時間 你是不是來說明一下 整個學校防疫的狀態 他的政策的作為 藉由這個機會 讓電視機前面關心 我們防疫 關心學校 關心學生的 防疫的一個政策 是不是請陸處長 你來說明一下 謝謝 我們請陸處長答悟 謝謝大會主席陳議員 也謝謝議員對學校 防疫作為關心 如果像剛剛那個個案的話 父母親是確診 小孩子算是他同居住的密切接觸者 那所以小孩子他不論有無症狀 他都不能到學校 都不能到學校 都不應該到學校 他應該屬於自主 應該要屬於居各管理的 那但是他今天 如果以現在目前狀況來講 如果他並沒有特別明顯的症狀的話 他該班同學還是一樣繼續維持上課 因為他不是確診者 九公格的匡列是指的說 當那個學生 是確診的狀況 那南投縣這邊 有稍微規定的 比中央嚴格一點 就是 這個九公格匡列 我們昨天新聞報導 當然是說是授權學校 其實不是 應該是說 我們是依據中央的規定 那但是我們授權學校 可以去擴大去看 最大原因就是 學生上課是活動的 不是只有九公格這樣 他可能搞不好 像國中 我們大家知道會有跑班 有體育課 有自然課 他可能分組又是跟別的同學一組 那他如果在這樣的狀況 只要學校判斷說 他有接觸到 近距離接觸到 大概就 都應該要重研去匡列 尤其現在的話 疫情真的比較嚴重 那下禮拜又要會考這樣 以上 我講這個案子 他是聽說 我當然是聽說 有時候聽說是道聽途說 我沒有很明確的證據 但是我是不是要請教育處 要多多費行一下 不要講其他人 留我自己對學校的防疫政策 其實我們都搞不清楚 我們沒有辦法每一樣 事項項項項項仔細了解到 那針對可能其他家長的疑慮 那學校司長的疑慮 學生的疑慮 所以這個部分要請陸處長 要辛苦一下 讓學校的部分的政策防疫 做也讓大家能更清楚 好不好 處長您請坐 不 稍等 我昨天 有針對我們 埔里扶新溫泉區 我們的 禮拜六 他就要舉辦2022 女子企業聯賽的累球比賽 有向我們的觀光處 還有建設處處長做答詢 那麼比賽的業務 這不是我們陸處長這邊 教育處的業務 那我要講的其實很簡單 既然有那麼多業務 都有相關 那他的重點是問題在於說 觀眾席他沒有辦法看到整個比賽的全場 沒有看到場地的全場 貴賓席跟媒體區 他沒有辦法看到比賽的全場 我說南投縣不只是秩序為觀光首都 上面再加兩個字叫國際觀光首都 這是我們工作報告裡面自己寫的 那既然把自己要成為國際上的觀光首都 那很多的東西都要弄好 所以我要請入處長 針對這個福興溫泉區 它是國際級的規格的一個累球場 那未來有很多賽事都會在這邊舉辦 那體育會我們張嘉欣老師 我們的總幹事其實都有講到 那他非常重要的一個場地的話 那如果連觀眾連媒體連貴賓的 都沒有辦法看到全區 那我是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那是不是說 也許總時群有時間大家再來討論 那我們教育處我們建設處我們觀光處 我覺得你們要橫向溝通跟聯繫 如果把這樣的第一比賽辦好 第二把場地把它完備好 第三如果未來去舉辦更多的比賽 然後讓更多關心棒壘球的朋友 不管是台灣甚至國際上 都能針對這樣的一個場地 辦這樣的比賽 結合觀光 結合我們溫泉 我們福興溫泉區的觀光的產業 讓他這樣的事業能更圓滿 以上那個陸書長請坐 那個資訊是 不好意思 慢慢一下 好 慢慢把它拉下來 大家看一下 來 慢慢的往下來 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個是普里的那個 新傳舞蹈團 林希弘老師 他幾十年來帶領的團隊 出征到國外表演 所獲得到的許許多多的殊榮 下面還有嗎 來大家稍微看一下就知道 反正他得獎啊 出國的比賽 因為這兩年疫情沒有辦法 要不然他有更多的機會出國去表演 給很多的國外的朋友來欣賞 來再來還有嗎 好 我要請我們的文化局林局長 我覺得 該怎麼講 你會很難過啊 這個沒有什麼資源的一個林老師 他就在他的本業 在他的專業 非常非常用心的在經營 當然這樣的狀況 我相信絕對不是只有 這個新傳 這個個案 他教導出來的小朋友 其實在台灣 在舞蹈界的很多領域 其實都受到很多的重視 那其實這不能怪我們縣政府 這包含整個中央的 不管是資源 投注到地方 投注到這樣的一個團體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薄弱 想起來會讓人難過 因為林世勇老師是跟我講到他快 覺得就很無奈 然後是講到眼淚也不知道該怎麼滴下來 好 那總之 我們藍頭縣的藝文的表演活動場地 就讓你很清楚 就只有我們的文化局的演藝廳和埔里的藝文中心 那他也常常獲得文化部的計畫性的補助 但是經費其實都不多 這一次文化部希望他是用售票性的 但他理由很 我認為是很冠冕彈簧 我覺得也很取高賀果 他希望能藉由售票的演出來提升地方 藝術欣賞的品質 然後目前我們像南投文化局的演藝廳的申請活動 文化局是予以減免我們場地的租借費用 埔里藝文中心要付錢 當然他有他的依據 他的依據是 我們南投縣埔里藝文中心演藝廳 即逸文廣場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的第五條 第五條其實他是規定文化部辦理的活動 或文化部推薦的表演團體或個人 其實是可以免費的你知道嗎 但是因為我們南投縣政府的審計室 他有意見 那埔里公所當然要照規定處理啊 這也不能怪埔里政公所啊 那還是要請局長 第一我要把這問題帶回去 你要了解一下 第二一樣我覺得橫向的溝通跟聯繫非常重要 我們南投文化局的演藝廳可以免費場地讓你用 可是埔里礙於審計室的要求 他不所謂真的不行 那文化部他一來他補助你 他又希望你是售票的性質 那也因為礙於這樣 那埔里政公所會為難就這邊嘛 那這問題出在哪裡呢 兩萬塊而已 林老師要努力給我看 他真的拿不出來啊 就兩萬塊都拿不出來耶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匪於所思 針對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林局長你稍微來答覆一下 謝謝 我們請林局長答覆 謝謝大會主席檢議員 也謝謝議員 對我們縣內表演團隊的關心 我跟議員報告 新傳舞蹈團其實是我們縣內 本來列為重點輔導的一個表演團隊 所以在今年度 他也錄取了我們結束表演團隊 還有藝術下鄉 就是一起同樂表演 所以這兩個案子前後 我們總共給他大概30萬左右的經費 那剛剛議員所提到的他要出國表演 我跟議員報告 因為我們目前 縣府並沒有邊降相關的經費 那我講不是出國表演 對我知道 那您剛剛提到的是說 在那個埔里藝文中心去做表演 他們要收費這個問題 我也跟議員報告 議員也很清楚 我們演藝廳來這裡表演 就算是售票 我們免費提供場地 那埔里藝文中心那個規則 是由埔里政公所他們訂的 他們在訂訂的時候如果 不是針對審計師的要求 要不然他們的自治條例 其實是可以不用收費的 這個可能進一步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就可以 我相信他們應該也可以 他們當時訂訂的時候 並沒有知會我們 所以我們並不知道說 他這個內容是怎麼訂訂 不過是這樣子 剛剛議員提到了 如果是屬於文化部 或者是縣政府的 政策性的表演的話 那他是可以不用收廠租的 那這個案子 事實上我們已經有公文 給埔里政公所 告訴他們說 這個是我們接觸團隊 正能表演 所以基本上 這個案子是可以不用收費的 那個局長 因為你是 我們文化局是主辦單位 針對他月底的這個表演 文化局是主辦單位 那承辦單位就是新傳舞蹈團 那我其實的重點就是 我剛才跟你說明就是說 請局長把這個問題帶回去 跟審計單位做核實一下 為什麼我們文化局所屬的演藝廳 在南投不用收費 為什麼他要這樣要求 埔里政公所給他這樣的一個 督考也好 或是法規他哪一條也好 要求他們一定要收費 那承辦認為他礙於 就依法辦理嘛 他當然是希望要收費 他不敢承擔這個責任 那總之問題在這邊 如何把它解決了解 橫向的溝通協調跟聯繫 讓這樣的優質的團體 能有優美的場地來作編 我想這才是 好 這個問題我們想說林局長 你就 再會後去跟那個審計部 他們溝通一下 看看為什麼要 要收費 好接著我們請 我們來審議員發言 好謝謝我們的大會主席 我們的檢議員 我們第四審查的各單位主管 議員同仁媒體記者女士 大家辛苦大家午安 從早上一直到現在也捷徑中午了 那麼第四審查小組呢 適逢我們的教育文化環保衛生呢 一直是我們南投縣展現文化實力 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不管是在教育力 或是我們的文化力 乃至於我們的民生議題 我們民眾的一個健康安危 我們的衛生環保 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所以我早上就拜聽了多位議員 一直在關心我們的民生議題 包括最近的疫情相當的嚴重 那學校到底要不要停課 停課了以後要不要自主管理學生 未來面對會考 要不要超前演練呢 還是很多的問題 我想每一位議員 背後都是代表著一股名利 那一股名義 就是希望能夠切勢的反應 讓我們的政府機關首長 能夠來做一個調整 所以呢 早上我聽很多 我最有感的就是 我們南松局長 來到我們縣政府衛生局 從去年疫情爆發到現在 整個衛生局的團隊 可以說是如火如土 努力以命的在為我們的縣民服務 人員都不夠了 甚至於加班到三更半夜 這我看了相當的感動 那每一個人守候每一位人民的一個生命安全 當然有不足滿意的地方 我們也是要去面對克服跟檢討 那這個疫情是全世界的一個流行 也不是只有台灣才發生這樣子 我們知道說最近的這個疫情 可能就比較嚴峻 那很多的民眾跟我打電話 請託的就是說 當我接受到通報 我要自主隔離 我要去篩檢 我打電話給衛生局的1922 但是1922沒有人接 沒有人接也沒有其他的專線可以打 再來 通報無門的時候又打給市公所 公所又說這是衛生局的業務 足球隊就踢起來了 你踢我我踢你 踢半天呢 這個無辜的百姓就這樣子關了兩三天 也不知道怎麼辦 上班也沒辦法去上班 自主隔離也不能走出去買東西 請教一下局長 我們怎麼去因應流程 利用這個平台跟我們的縣民說一下好嗎 請局長說明 我們請陳局長答悟 謝謝大會主席監獄 謝謝賴一座 非常關心這個民眾鄉親 如果真的被我們匡列成居家隔離 他還沒確診 那他要怎麼樣因應 民政處的團隊 現在正在協助我們鄉親 就是說關懷包的發放 關懷包裡面含著口罩啦 含著環保鞠躬的垃圾袋啊等等 問第一點通報的專線怎麼去通報 光打電話就好了 1922不通的話要答哪一支 現在我們已經在衛生局的專線裡面 加了12線 來讓這個能夠更順暢 然後呢 那我希望說這個12線的專線 利用我們的縣政頻道多宣導 讓我們的縣民很清楚 到時候1922無法通的時候 我們打哪幾支專線 好 那個如果民眾你在家裡面 在居家照護的時候 你有生活需求所有的方面 這是民政局他在handle 有個電話 是049-2246-048 那如果你有健康照護 就是說你可能要就醫 這方面的需求 你可以打2224-464 如果你有任何防疫的問題 我們防疫專線不只1922 還有一個222-0904 這裡面有大概12線 好 那舉掌請坐 我希望說利用平台說明清楚一點 讓在這個恐慌的時候呢 縣民能夠透過這個電話專線 適時的得到 伸出的元首協助 不要讓我們的縣民很無辜 我想很多朋友跟我請託 就是打電話不通啦 我知道1922 就是盲線嘛 戰線嘛 那最起碼你要知道 要打哪支專線 讓我們的工作人員 專業人員 告訴我們縣民怎麼去應對 包括民政處也一樣啦 好 那我謝謝我們的衛生局長 在這段期間的努力 即使這個快篩劑不夠 我們也是進想方設法去拿啊 但是希望能夠得到人民 都能夠均衡嘛 這是大家共同的目標 那最重要是快篩劑還沒來之前 我們要自我防衛啊 要自我預防啊 所以這個自我預防要怎麼做 我也希望說衛生局 在我們的頻道上 能夠多宣導 多宣導 讓縣民清楚 謝謝我們的衛生局 這一兩年來的辛苦跟努力 那我關心的就是影響我們民生最嚴重的 當然是垃圾問題啦 我記得從林明真縣長上任 第一年到現在已經 今年是第八年要卸任了 我從第一年一直講一直講 講到現在 垃圾的問題一直都無解 我們南投市很多的市民 一直打電話跟我講 傍晚又在臭了 然後在打包的時候又臭 然後下雨的時候又臭 周邊的生活環境品質呢 非常的糟糕 難過我們的市民一直往外移了 然後也不敢住這邊 然後每次打電話反應也是無解 所以這個垃圾問題呢 已經影響到人民生活品質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因應 這也讓我想到我昨天在質詢 我們的天空之塔 你們知道嗎 天空之塔花了五億一千萬 這個99.9%的人都反對 都可以馬上想辦法去解決 馬上去做馬上發包 垃圾影響我們這麼久 十三鄉鎮 每個鄉鎮都是垃圾無法外運 擾民生活品質又差 這個應該想方設法解決 我已經提了很多的方案 我也知道 縣政府也到德國去取金 也到德國去考察 德商也會來跟我們會談好幾次 土地也找好了 想不想做而已 想做的話五億一千萬 馬上就發包 垃圾影響48萬多人的一個 生命生活品質安危 竟然可以拖八年 一動都不動 每天都接受人民的請拖 我請教一下 這個環保局長 環保署到什麼時候 終止我們垃圾外運 到哪一年 簡單答覆就好 到哪一年 我們請李記長答覆 謝謝答覆主席 我們到114年 114年 那終止垃圾轉運 一年補助我們多少錢 2.5億元 一年2.5億嗎 4年2.5億 就是從現在到114年底 2.5億 那一年就是6千多囉 是 那你明明知道說環保署 114年就要終止外運 我請教一下 這種燙手山欲 講了八年 不能說要卸人的屁股拍拍 什麼都沒事 一天到晚蓋塔 一天到晚照橋 怎麼橋來橋去 橋來橋去 到底是橋不好 還是橋不容 還是利益橋不容 橋到垃圾 都犧牲人民的生命的 一個品質跟安全 還在犧牲 要橋多久啊 垃圾114年迫在眉燒 尤其是南投市 無法外運 影響人民的生活品質 這麼嚴重 你也時常接到電話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垃圾11分長 我們有沒有努力想要做 處長有沒有 那局長有沒有 跟議員報告 那其實縣長有交代下來 其實我們 就努力要推動所謂的綠能中心 所以其實在垃圾114年 這個議題上 我們大概就是希望可以做源頭減量 那後段的確還是要見到 那規劃 規劃好了嗎 目前我們還在規劃階段 不是規劃差不多了嗎 規劃費多少錢 規劃費的部分是 一千九百七十萬元 將近兩千萬已經規劃好了喔 這已經講這麼多年喔 從上任第一年 我一直在追認垃圾如何解決去化 讓生活能夠提升 這一次的遠見雜誌 全台灣掉底城市最難居住的地方 就是南投 就是因為空屋嚴重 垃圾嚴重 影響生活品質 我們應該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結果呢問題出來了 大家都視若無睹 預算編這麼多 每年六千多萬 中央告訴你 114年不給你了 那我們要去怎麼做垃圾細分場的一個處理 這個都已經講好了 給帶團出國考察了 看了也看了 國外也來跟我們談了 環節出在哪裡 我剛剛講的啊 一直喬 一直喬 喬喬 是要喬到當時啊 南投官民都還等下去嗎 所以局長 生殖能源電廠 這個德國的很先進的 包括芬蘭北歐 都是採用這一種 生殖能源電廠 來做垃圾分類可以發電 還可以不影響我們的空氣污染 垃圾細分場 也才要4億而已啊 我們的預算每年編在這裡啊 那編在這裡連動都不動啊 不要再騙選民了 不要再騙現民了 想不想做而已 想做的話 五億一千萬 都可以想辦法法條鬆綁 可以創造9億耶 我昨天在問的時候說 還可以創造9億耶 五億多全部都是縣府的錢 摸著良心 垃圾要不要處理 早就可以做了啊 只是你們的團隊不想做而已 沒有利益可談不想做而已 犧牲人民的生活品質而已 當南投縣的縣民48萬人都是白癡 每天一直打電話 所有的民意代表都要來接電話 草屯揮秀 南投很臭耶 中了都不可以運出去 保理也一樣 為什麼不解決呢 每一個上任的民意代表 每一個領養者 你要去面對客服才對嘛 用心才可以成就未來 你知道那個春天的燕子啊 在上面飛來飛去嘴巴叼著那些爛泥土 睡的泥土雖然不能蓋大樓 但是可以築起很幸福的草 就是用心就可以成就未來 讓我們所有的縣民生活品質改善 我看不到願景 也看不到對策 我希望局長 縣長用你就是要 憑你的專業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局長有沒有辦法做到 那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縣府一直在積極在做規劃 縣長卸任有沒有辦法做到 最起碼發包有沒有辦法做到 目前我們這個委辦計畫是做到八月底 所以我們希望八月底 所以是不可能嗎 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進度 那其實縣長一直在指示其實垃圾處理 局長卸任之前有沒有辦法 我只問這一句 卸任之前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我知道不要為難你 好努力啦好不好 這很多議員在關心喔 我再請教一個問題 事業廢棄物 最近很多人在南投亂到事業廢棄物 我為了今天的質詢抓了好多的資料 從109年一直到現在 零零種種四大張 我告訴那個局長喔 事業廢棄物亂到的地方 南投19件 普里17件 草屯14件 竹山9件民間2件 最近疲於奔命 事業廢棄物不管有無毒的 建物的廢棄土 影響南投的環境觀瞻 在拼光光大線 結果是滿山滿谷滿坑的垃圾亂道 包括農業廢棄物要何去何從 也沒有想出辦法來輔導 事業廢棄物我看全部都是罰6萬嘛 6萬以後呢 你們限期三個月 我那天跟你去看的那個姓名那一件 你給我一個文限期三個月 三個月可以把那個土移除嗎 現在垃圾蟑螂到處亂竄 要有尬死啊 生活環境品質都被這些垃圾蟑螂搞壞了 那南投人怎麼辦 當官的應該一日當官 要與所有的人民為依歸 所以這些垃圾廢棄物 我也看到無解 所限制的這麼多案件 每一個案都無解 尤其是軍工橋旁邊 那個大廠前幾天才抓了十幾個人 那環保局在哪裡 要如何處理 地震處 農業處如何去聯繫 這個局長努力一下 在在都是顯示南投線 我們不能再等 不管是教育文化生活品質都一樣 人民的安全要維護固然重要 我們的環境更重要 環境影響我們的安危 吸收到不良的空氣 生命會短促啊 局長你請坐 這幾樣我總質詢會再給你探討 尤其是南投市的垃圾 無法外運相當嚴重 局長你請坐 謝謝議員 再來就是我們文化力 我要特別感謝我們的蔡執行長 對中央爭取到我們中興大學的進駐 已經進駐了今年開始報名 我記得在會期的時候我質詢 還有我們的同仁跟我講說不可能 只要你肯做就有可能 結果真的是今年開始報名 所以要感謝這個執行長的努力 但是呢剛剛有議員在提到文化景觀的廢除 我相信林局長也解釋得很清楚 其實中興新村的進駐 我們的文化景觀並不是廢除 而是法規的鬆綁 過去國發會有我們保存管理審查 還有都市景觀包括建設都有規範 這個規範全在南投縣政府 所以未來是法規的規範 我們地方政府要配合 讓我們地方大要進中興新村 能夠再火化 創造更多的商機生活的機能 我們多元性的推廣 讓青年朋友看到未來 所以民意代表即使為民喉舌很重要 也不必為自己為政府來造謠 影響民心 中興新村非常漂亮的地方 值得我們去努力跟期待 所以謝謝我們執行長 那還有很多就是我們國中的會考 迫在眉燒 我們的這個預防演練 包括要不要停課 不要影響學生未來考試 一生就這一次影響到他的權益 所以教育處長應該要更有擔當 該是就是該不是就不是 教學可以線上教學實體教學 我們兩個兩線的一個軸線交叉混合 該當休息就要休息 不要讓學生的一個權益受損 而且校長今天來這麼多 也非常的不適切 交叉感染更糟糕 所以我覺得說未來可以調整一下 讓我們的南投不管是哪一個面向都能夠更好 文化力一直是我們努力的地方 以上謝謝 今天上午的這個議程到此結束 下午兩點繼續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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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